Hello 大家好 麦克听姐好介绍 今天我们会来到Horizon Hill 今天带你来的是 Horizon Hill的Canel Garden North 这个小区 我们参观一间是 22层75的双层牌楼 就在我身后 Let's go 这一间的话 Horizon Hill的房子 它的最大卖点蛮多都是 你看它的铁门到我们的马路 之间有一个很宽的距离 代表什么 代表你可以在这个距离里面 种植物或者是停放你的车辆 这一间22层75 它的车房 停两辆车下去没有问题 也没有任何的柱子 如果你家还有额外多两辆车 就把它停在外面 都不会挡到你的邻居家的 然后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一间 它是四家一间房 五间厕所 这一个屋子 它大门是向东南方向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客厅吧 来到我们的这个客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一看的感觉就是 它的桌子非常非常地挑口 这个也是Horizon Hill的部分 房款有的特点 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 因为感觉屋子很明亮 然后空气也流通 然后也不会那么热 你看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一个美美的电视墙 沙发就跟它安置在这一边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我们的正门进来 还有这个sliding door的采光非常好的 然后饭厅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安置在这一边 往后一点点啊 这边它已经做好了一些墙砖 白色的墙砖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会在这边做一些台面啊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干厨房 或者做一个小霸台都可以的 我们后面呢 它还有私厨房 私厨房呢 屋主它是简单做了一个table talk啦 你可以自己在家的 平时我们在外面用微波炉 这边就用大煮大草的空间 你看到后面嘛 这一边啊 这间屋子它是算是最后一排的吧 所以后面是没有屋子的 也有一些邻居 在后面种了很多的植物耶 还有一个跑步道 半碗吃饱饱了去跑步 你的洗衣机也是放在这边 可以往后面拿去晒 然后我们这边哦 厨房 私厨房 这边有一间连接 长辈房的厕所哦 在私厨房的旁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我讲四家一间房嘛 这个就是那个嘉义的房间 你没有女佣就做储藏室咯 真的有女佣的话 可以有一个给她额外睡的房间 来 我们来到长辈房了 长辈房很喜欢的 Horizon Hill的长辈房 不会太小间 刚刚好 双人床 再加一个衣橱 又有很好的采光给我们的长辈 这一间后面也没有房子 所以长辈早上睡醒哦 看到后面就是绿油油的一片来的 接下来咧 我们看完了楼下的厨房 长辈房 我们去楼上看一下 来到二楼哦 你刚刚在镜头上面看到 我们这间房子有一点小小的匣子 这个也算是这边这样的双层排楼款 有一个小通病啊 就是上面的话 如果要修补其实也不难的 因为我也是有屋主他跟我们买的房子 上面你就做个防水 然后这边就把它修补回去 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毕竟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国家 一年四季 下雨 天气热 热帐忍缩 那个防水是要一直去修护的 而你看到这间屋子是没有做大装修 屋主也没有什么住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自己去整修一下 我们二楼这边呢 它的小厅空间其实它不大 你这边简单可能放个书桌 放个书架 或者你看插头的位有了的 你可以放一个电视机 小沙发在这边都可以的 楼上三房三侧 来看第一间房间 这一间房间的话呢 方方正正的 床肯定是放这边了的啦 最好的摆放方式 衣橱的话呢 我看你要放侧边也可以 放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好是什么 22层75独立卫生间 壁砖的挖全部都是上到底 厕所这一边的ceiling就没有问题 因为它就是问题就在上面有一个平台的地方 很长久了防水坏了需要去做修护而已 来我们看一下隔壁的房间 两间房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尺寸来的 都是一样的摆放床 然后衣橱就放在这个冷气机下面的位置 然后你看到一下它的厕所我也是大概拍就好了 因为都长到一模模一样样 厕所的condition还很漂亮 真的看得出是没有冷住过的 只是简单装的灯和风扇 然后你看我们主人房 踩四个台阶往上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天花板这么高 就是有这个特别的设计 来进来看一下主人房 哇主人房的采光很好 主人房这边你看它的空间感我觉得刚刚好 没有到很大很大 可是以22.75的这个房款来讲 这个layout算是很漂亮了 这边放一张大床 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跟你睡的话 旁边baby床放啊 都很有空间的 衣橱的话你要安在这边也可以 或者在这边 它这边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规格 都会给你一个空间 放衣橱做衣帽间 然后主人房的厕所 完全没有用过的一间厕所来的 你看星星美美 壁砖都还是很干净的 这个房款又有阳台了 咱们去看阳台 这边阳台看出去的风景 非常漂亮 因为亭姐每次来Horizon Q都会跟你们讲的 这边Horizon Q是标榜很绿化的一个小区来的 每走几步路 你都会看到有很多绿绿的植物 如果你是一直想要找一个 没有这么压力 然后比较绿化 平时回来很relax的一个小区的话 你一定会喜欢Horizon Q的 而今天看的这一间就是在 Kanel Garden North的一间 22层75的双层牌楼 它是四家一间房 五间厕所 大门的话向着东南方向 我们这一间永久地气 物龄直游九年不到十年 重点是没有人住过的九年房子 你要装修可以自己发挥 这边的保安规律也是超森林 出名的盐 每个月大概是在200块左右 然后卖价值多少钱 我们这一间的话 938938千 有兴趣的朋友 直接打过来跟我预约来看房就对了的啦 迟了的话 可能就没有了的哈 如果是讲你是物主人 有物质想要出租出售 也记得联系 麦哥听节好介绍 不要忘了离开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要帮个忙啊 帮我用用你的手指 点赞关注麦哥听节好介绍 也可以帮我分享出去给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他在找着有一个漂亮的环境 还有clubhouse的话 旁边又在见着商场 又有国际学校的小区 可以分享出去给他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